高雄火车站的布景墙 居然有民众贴上自己的照片 全身照片还去背 就这样融入画面里 被网友发现简直笑翻了 就是这面布景墙 以车站当背景 有不少人像在上面 因此这张不明的全身照 乍看之下超级融入 连身形大小都跟一旁的人像差不多 照片被po网里发热烈讨论 网友说会引起一波贴纸日潮 不说真的还没人会发现 还有人说早就想这么做了 但这张照片已经被车站人员去除 也提醒破坏公务会触犯回损罪 可处三年以下的刑期最重 是一万五千元的罚金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天气回温宜兰兰各地樱花盛开 大同乡 玉兰茶园的樱花大爆发 还有少见的白色山樱花 也开得很美 樱花在蓝天的衬托之下 有如粉色仙境 另外呢 三星乡的台七柄线道路旁 山樱花绽放 民众在路边停车 就可以赏樱 被誉为宜兰最美的樱花公路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五六十座罐头塔刷一整排 白在人行道上 占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空间 虽然不阻碍学生上下课行走空间 但罐头塔把高中校园两端的围墙 绕了一整圈 阵仗相当大 学校已经开学 校方觉得有点困扰 校方也发出声明 强调为了维护学生上下课的动线 跟商家多次协调 为果职能请派出所出面 该路段非商载所申请使用道路范围 目前已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82条第一项进行告发 并责定其改善 人行道的部分 警方已经前往告发 道路上放置的 商家有提出申请期限到 十四号的中午 那那个出病结果不用怎么说 那明天好像就要出病了吧 交友广阔啦 他的二儿子 尤其晚上车子很多 一台比一台名贵 附近居民都认识商家 对于这超大阵仗的罐头塔 大家三肩齐口 反称很壮观 毕竟死者为大 谁都不愿得罪人 接台中综合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老鹰飞进餐厅 叼着桌上的菜 毛起来 大吃特吃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 一旁民众吓坏了 闪得老远 餐厅业者担心 老鹰具有攻击性 立刻用菜篮将它罩住 事隔一天四周出现 他说这只老鹰是他的 好可爱哦 拿出和宠物的合照及影片 再三证实自己就是主人 没想到 他的宝贝竟然被带到云林 而对方甚至不愿归还 很莫名其妙说 他们不是任何的协会 还是任何的什么处 他们怎么可以要求 我要提供这么多的资料 然后还不把老鹰给我 反正就想要给他自由 所以我也不是给他绑得太紧 我就放在我家的阳台 陈小姐将老鹰养在阳台 没想到飞了却找不回来 出示当年的购买证明 而捡到老鹰的当事人却说 老鹰缴还代表老鹰身份证 四周无法提供 怎能将老鹰归还 他说要靠我亲战 我跟他讲说 我已经送洞宝 你要告我亲战 那你也去告 没关系啦 所以当时连绞环都没有换 都还是宠物店 对 而且他们也没有教我 陈小姐说 绞环上的号码 是当初购买的宠物店 加上自己不知如何更换 因错阳差无法提供 专家说 老鹰绞环号码 就如同身份证字号 四周若无法证明 的确取回有难度 最差一步 可能真的得走上法院 对不公堂 记者韩志欣吴彭馨 云林台中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 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 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 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录像 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